非常感谢大家在这种特殊的情况下 摆忙之中抽空 跟我一起来分享课思艺术 谢谢 希望今天的讲座能够让大家走进课思 知道它是什么 然后也会喜欢上课思 那么我在讲座之前 希望能跟大家互动一下 今天也在直播 其实我是有心理压力的 但是我觉得直播它还是隔着屏幕 今天我们可以面对面 尽管大家都戴着口罩 所以我想今天我们更多的在讲座的过程 会有一些提问和互动的方式 让大家从现场能感知到 就是中国的丝绸艺术之美 那我先想问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在座听说过课思的 可以举个手让我知道吗 过半非常感谢 好 那么第二个问题是 大家之前见到过课思的 请举个手让我知道 见到过 可以是电视机见过 也没问题 OK 举手 OK 举手 过半 OK 那么所以我想今天我们首先可能要来传播的 克思 其次来传播 克思为什么美 再次来传播 克思艺术 那么今天呢 我们的副标题 叫始于装针 包守装针的克思艺术 今天我们很荣幸 我刚才在那个上图的签名本上说 今天的克思艺术呢 能够走到了我们知识殿堂 相信它又能够一千年之后 再回到艺术殿堂 我们今天呢 想通过四个方面来讲克思 第一个是装针艺术的起源 第二个是装针御用的克思 第三个是国粹精华的克思 第四个是书画艺术的克思 我想呢 通过这四个方面呢 我们大家可以对克思是什么 克思为什么美 和克思 克思是艺术品 这个大家会有一个比较明确的知道 在今天讲座的时候呢 我也很荣幸 学习了一下上图 典藏了一些古典 荆棘 那么这是上图珍藏的 有知识封面的一本古籍 国家一级文物 大家可以看到传承有序 一二三四五六 最后回到了公共收藏的怀抱 它也是经过一千年 所以好的东西在中国的历史上 大家都是传承有序的 它的封面就是 知景还不是克思 这个是上图藏的另一件宝贝 非常漂亮 是玉石做的 紫檀和玉石 那么这么考究的书 装的是什么呢 装的是宫廷御用的东西 戏本 静瓜记 还没有用到克思 好 再来看 这是我在上图里面 找到的两本特别有趣的书 一本的上面 佛说眼明经 读了以后对眼睛有好处 眼睛会明亮的 另外一本是 王羲之的书法 那么这两本书 一个左边用的什么 是用的刺绣 明代 刺绣是一针一线 绣出来的 所以它把它放在 经书的侧页 表示的是对 佛经的和佛教的一种敬重 右边一本 是龙文 云文的 一本古籍 王右军 王羲之的书法 在任何朝代 都是被顶魔里拜的 所以也当得起用 这个文样特别高级的 知己 但是各位 到现在还没看到 克斯的影子 那克斯在哪里呢 这个里面会有克斯 还有三张我们才能讲到克斯 克斯 这是我们来讲 北宋内府搜场的装表等级 这张是我专门查了古籍 周密的齐东野 业语里面 专门谈到了 在北宋年间 我们的装表就出现了专业化 出现了公务员 进入了宫廷内府收藏 那么他对于各种的 什么样的东西 用什么的材质 有一个严格的限定 克斯是在宋徽宗提签 唐代初等 初等不是错别字 特别优异的意思 特别好的书画法书真迹 用到了克斯 做楼台锦表 这个时候克斯出现了 那么其他的 像唐代的上宗下等真迹 这个时候是红侠云软锦表 下面的四等禁堂真迹是 紫软确锦表 然后清楼台锦表 也就是说我们123456 把他的规章制度看明白了 原来在书籍装真的时候 最优异的是克斯 加去是锦 最后是零 这三样东西是有等级差异的 好 我们往前看 这是我也在学习 那么原来表背 这个职称 它是最早设置 跟装表相关的公务员 OK 那么这个时候 宣和玉府收藏里面 他对于这个材质 极其讲究 现在这件东西 还没到克斯等级 但是已经是古锦 然后细绢 高粒质 高粒减质 材质非常高级 好 甚至是这个大家 这就是包手 这张图我放在前面的原因 就告诉你 这个东西就是包手 包手是什么 手绢上 专门用古锦和克斯 做了这个封面 保护着卷东西的 叫包手 在唐代的时候 就出现了包手的影子 但是别忘了 还没到克斯 是井 好 这个叫做八宝袋 哎呦 这个也了不得 我觉得中国古人 名字出得真好 它的长度是两圈长 再加一点 这儿还有个玉别子 这是宫廷内府收藏 尽显皇家期盼 绝对不是塑料的 玉石雕的 这一套下来 就是所谓的装表了 好 这个上面我写的是 唐淮仁 就这件东西是 为什么确认是内府装表 我参干了台北故宫的资料 是台北故宫收藏的 因为这里面 它有个天府五年 天府是金太祖 完颜阿古达的年号 送的内府装表 怎么会到金呢 很简单 北宋都城被破之后 大量的书画点击 被金国所占有了 所以就自然而然 到了金国的内府搜藏 因为好 所以后面 它还是保持了原装原表 那么这个就是整个 这个是个天科斯包手 这件是科斯 因为等级很高 是王羲智的书法 等级很高了 那么这个上面 科斯包手 天头八宝袋 隔水浴池 画心画起把 所以古人对于中国的书画艺术是极其重视的 所以他把它分门别类 各个地方都用了非常优雅的名称来称谓它 那么所以我说 科斯艺术最早的起源 就用在了宫里头装表非常重要的古籍 唐代的书法到了宋代就是古籍 最优等的初等的 有资格请科斯来做 好 就是我们对科斯 他历史上首次进入眼帘就在这个时候 好 这我们过了 那么我们今天其实讲座 跟大家面对面有个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呢 你能看东西 其实呢 我这儿呢 我请我的同事呢 做了准备 就是这里面 科斯是大于井大于林的 那为什么科斯大于井大于林呢 这里面的干货在于 科斯它色彩好 图案自成一起 取于宋代 井颜色差 只有七八种 林那就只有一种颜色了 所以这里面 为什么科斯大于井大于林 它有一个不等式出来了 就因为它对于图案和色彩的把握 它是完全不一样的 好 那么第一张图片有很多小孔 有很多小孔 我特意选了这张图片 那为什么呢 因为很多人去百度查 科斯叫做通筋断尾 听不懂 断什么呢 断尾就是把它断开了 断开了 两个颜色之间就会有衔接 衔接什么就会有孔状了 所以你看到的小孔就是颜色和颜色过度的标志 当然孔越多 说明颜色过度越多 好 那么今天我走过来 有人跟我说 我们想看看背后的故事 一般都看到正面的 我要看后面的 好我们再来一张 好 这个就是后面的故事 一般看不到 我们特意准备了一个PPT 说今天我们讲后面 那么左面的科斯 正反是一致的 好 颈完全不一样了 因为你看它一条一条的感觉 这是一条一条的 一个蓝一个绿一个红 一条一条的感觉 条纹的 哦 这个就叫通尾 通了嘛 通就是什么 走个通一长条啊 叫通啊 所以叫通尾 这个叫断尾 颜色和颜色之间 没关联的 断尾 然后零表面是平纹 能透过细宝的织物 看到正面的图案 我这准备了几样东西 这个就是零 等一下我会请工作人员 传观的 OK 这是颈 这颈 OK 这是颈的后面 好 这是科斯 透光看很多孔 但是你这儿 那么最后一排看到前面 肯定看不到 你凑到前面 看没问题 再看不清楚 值得很细腻 拿出手机 放大功能看 一定没问题 好 等一下我们 我会请工作人员 来传观一下的 好 接着再来 这个两张 更珍贵了 这两张图片 一般 根本看不到 这是过程中的图片 这个科斯和知己 前段间有个 有个网友 深耕半夜 假的 一定要跟我沟通一下 我说 你们什么事 他说 我有一个科斯 想请我鉴定一下 那我说 你传图过来吧 啪 传就传过来了 其实传了一张是知己 他不相信 他说人家卖我 卖的很贵的 说是科斯 我说不是的 我说 我发图给你 我说 你看这科斯 这上面 这个部分 是我们把这个毛剪掉的 它正反就一致了 毛留着的时候呢 你看它的颜色和颜色之间 它没有相互扯边的地方 它都是独立的 所以这叫断尾 因为颜色和颜色断开的嘛 所以它独立存在的 我说这个是科斯 我说你那东西是知己 他说我后面也有东西的呀 我说你看啊 为什么 我说你看这知己呢 是通尾的 这个线条是从这儿到这儿 一长条过来的 一长条一长条过来的 所以呢 我说这个叫做通尾 因为通尾以后呢 它的图案呢 不可能是一个独立文样 只能是连续文样 要做花本的 所以知己的颜色呢 最多就七到八种 再也多不了了 我说你点点你的色彩 他说吴总 我说这不就得了吗 对吧 这不就得了吗 我说 我说你不要难过 我说好东西要有缘分的 对吧 OK 好 那么北宋内服收藏 我特意来了一个装表纹饰的意义 所以这里面也能讲 为什么在北宋装表的时候 克斯大于井 大于灵呢 那其实刚才是我们从它的 公益色彩讲 现在我们从图案来讲 其实图案也反过来 考虑到了它的最终的 一个呈现 艺术效果的呈现 你看这是一张紫然雀朴图 那这件东西它呈现 就是独立文样 它就是一张画 它是一个散点状 这是紫然雀 紫色等级还蛮高的 等一下我会讲到其他颜色 造色就比较差 这是紫色的 还比较高等级 紫袍加深嘛 OK好 然后呢 这个图案呢 也没有重复的 也是设计过的 还是很美的 所以呢 我们现在从辽宁省博物馆 和美国大都会博物馆 都看到了这件 紫然雀朴的 包手 那哪里来的呢 那是因为 以前的书画 以前有这个包手的 但是后来呢 随着克斯的越来越名贵 博物馆呢 就把书画 单独装表 成一件宝贝 再把原来的包手呢 拿下来 就成了另外一件藏品 所以叫做买一正一 买一正一 对吧 好 那么这个呢 就是织井 它是连续文样的 这件织井呢 也是 我从台北故宫的资料里面 找到的 它是清代的一件织井 为什么呢 因为清代的织井 它有一个特色 叫图臂吉祥 什么也图画 它都跟吉祥如意 合在一起了 好 所以呢 这件事 怀素的小千字文 你说这不是唐代的吗 它应该是克斯啊 不对 因为 有一些藏品 它进入内服收藏的时候 前龙帝说 我们比较有钱 把前面人 全部扔掉 重新按照 清宫廷的 装方式 装表一下 所以现在在各大博物馆 收的很多古书画 它的装表 其实在清宫内服的时候 全部完成了 除非破损的很厉害 一般收藏 你会买原装原表 这个原装和原表 其实指的就是什么呢 皇宫内服的装表 前面你看到了 很好就 八宝带 玉别子 包括紫檀的匣子 玉石的锦盒 非常考究 就叫做原装 原和 好 你接着往下来 这件东西 大家可能看不清 我也是犹豫了半天 我说要不要放 但是我想跟大家说 这个颜色 叫灶 肥灶的灶 它是一个 黑棕带红的颜色 那么这个灶 这个灶软颈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前面我们谈到 我们是叫 克斯大与林 克斯大与颈 井大与林 这就是一件灵 那么它也用的紫檀雀 但是它不是紫檀 紫色的颜色 在古代 高与灶色 灶就是黑色 黑色一般 我特意查了一下 古籍 随代的时候 黑色是两种人穿的 一种是商人 一种是屠夫 那如果按照这样的话 我们今天一半人 包括我 都只能归到 这两类人里面去了 好 那么 所以在灵表的时候呢 它一般 北宋 内服 就规定是这个颜色 其他颜色 你不能用 表示它的等级还不够 好 那么 装真 运用的克斯 那现在呢 我们还在讲了井 讲了克斯 还有是讲了林 那下次我们就开始专门讲克斯了 御用 皇家用的 那怎么玩呢 我们来看 首先这张图 我也查了所谓的变迁 人口 中国历史上人口第一次迁徙 就是两宋的时候 有一个人口的大迁徙 从北到南 从西到东 开迁徙了 那为什么呢 因为东京是开封 你看北宋和南宋的 疆域面积少了有多少 大量的疆域都不见了 当时我写书的时候 还专门去研究了 南宋 北宋的疆域对质图 也挺有趣的看看 好那所以人口这个流 不仅是人口在流 朝廷的变迁还带走了什么 技术流和文化流 他这个流都带走了 那么这个时候呢 他以东京周围 一片区的克斯的制作加工地 我们称他叫定州 今天定州还在 在河北定州还在 然后定州 那么现在到了以 哪里呢 到了以南方 临安附近的苏州 所以呢 今天的克斯制造中心 是从 1126年后 将近1000年 从北到南 奠定下来的基础 所以现在有人看到定州克斯 写错字了吧 苏州克斯啊 没错 是定州 不过他的辉煌 仅局限在北宋 从南宋之后的近1000年 他都是以苏州为核心的一个制造业 基地 那为什么我会讲到的 好来吧 那刚才我看到了是很多的克斯 这个历史 那现在我们来分享一下克斯包手 楼会基金 这是台北故宫博物院的 好 这个是 美国大都会的克斯包手 这个是宋代的克斯包手 应该也是美国大都会藏的两件 你看都是都是古籍下面藏的 玉府密藏 这都是买一宋一的时候 收藏了一件古籍 或者一件古画 把包手拿下来的 好 这个是清代的一件克斯包手 这是台北故宫藏的 你看他的图案也在变迁 这个是比较飘逸的 感觉宋代很典雅 好 然后呢 到了这个清代 就叫万年不老 鹿啊 蝙蝠啊 鹿蝠鹿长寿啊 蝙蝠啊 这都是带有吉祥意义了 好 看好了 我们接着往下 那么 为什么就是从北到南 他克斯制造中心会迁徙呢 除了是皇朝的变迁之后 其实还有几个原因 还有经济原因 自古以来 从南宋之后 整个江南地区 都用两个字 富数 非常有钱 富数就带来了什么呢 带来了商业 带来了什么 带来了收藏家 所以以宫廷为首的 克斯收藏 书画收藏就兴起来了 因为有收藏有需求 也反过来 正循环 带动了克斯制造业 克斯书画业的兴起 所以呢 这个时候 我就提了个标题 从包守到艺术的飞跃 那么这个飞跃以后 一二三四五六 有六条 我稍微简单介绍一下 下面观念 我也不可能全部讲到 但会有一些例子 第一个 出现了薰和画谱 给你分类了 这个给你有规矩了 另外 克斯画 也按照此分类 这个了不得 因为艺术品的标准 克斯也 照此执行 那就意味着 我把它当作了艺术品 而不是简单的工艺品 所以叫做质的飞跃 所以他法术 世道花鸟 花卉 灵毛 人物和三水 他按照这个分类 直到今天台北故宫 还是按照青宫藏 克斯书画 这样的方式 来经营分类的 一点没变 一千年下来 第二呢 皇帝 领头 开始 复兴克斯 或者把它变成艺术品的 原因是什么呢 原因是宋代最厉害的花鸟画 用克斯来表达 颜色更为丰富 更为细腻 理由是什么 我们会讲到它的工艺 因为它一个厘米里面 有100根丝线 它可以最大程度的解决 国画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技法 运色 运色 国画里很重要的技法 它要颜色过度自然 那么你运的过程中 你是在圈纸 或者在圈上慢慢染 慢慢染 你这个是要花好几遍 或十几遍的功力 才能达到这个 运色自然 但克斯一次就能做到 为什么 颜色多呀 它是染色时候 它有几十个红 几十个白 几十个蓝 颜色多 它便于运色 好 第四 宫廷画师和徽宗本人 成了克斯画稿的提供者 它的使用者提高了层次 它是皇家在用了 欣赏的对象也是皇家 好 第五 它跟中国古代书画一样 留下了明信 谁厉害 当时你就可以落款了 这个是艺术品的标志 最终 克斯在南宋朝开始兴起了 也带动了明代 克斯收藏在民间的兴起 说宋代怎么不行啊 宋代这不是全部在宫廷里头吗 根本没机会收藏 明代的时候 它有机会收藏了 因为明太祖朱元璋出身贫苦 他对这个东西认为是奢靡之物 他不赞成的 你们爱收就收吧 所以明代的时候 出现了很多大藏家 收藏克斯 甚至有人提到 我收藏古画 不可不续一两张克斯 作为古画的一类 好 接着往下 我们来看 这是克斯历史上 第一个流款的名字 这个名字叫子帆在这儿 这是流名了 工匠已经开流名了 那就是意味着 他往艺术品 在做一个质的飞跃 那么这个工匠叫谁呢 叫沈子帆 他是从北宋迁到南宋的一波 然后很有名的朱克柔等人 是他的学生 所以沈子帆这个人 在克斯艺术史上 他是一个传承之人 他把克斯从北方带到了南方 也把他的记忆提升了 而且理论化了 开门授图 在江南地区做了一个广泛的传播 否则怎么会出现上海博物馆的 连堂鲁鸦图呢 那是他的徒弟朱克柔制作的 OK 那么这是他的细节 这张是点藏在 这两个我们挑了 这个是在这个部位 这张画的这个部位 这是在这儿 那你看多少的收藏章啊 点都点不过来 这件东西 他是进入十曲宝级的 说十曲宝级还放克斯 对那叫做书画目录 括号克斯 叫克斯画 是十曲宝级收录的 那所以上面 铺满了历代历朝的收藏章啊 那他本人的章是在左下方 那么我们放大了一个局部 那么你就可以感觉到 为什么南宋之后 克斯从包守向艺术飞跃的理由 你看多么精细 OK 这是另外一个 我刚刚谈了 这是这谁 这是皇帝画的呀 宋徽宗画的 那徽宗画 他有一个特征是什么 他有个葫芦印 上面是有 不好意思 一人 一人 什么意思 天下第一人嘛 他天下第一人 所以 这个是皇帝的玉玺 一人 墨鸦印 这件东西在哪里 离我们很近 他在辽宁省博物馆 辽宁省博物馆 在去年的时候 做了一个古代刺绣和 克斯画大展 把这件东西展出了 我们看了一下 真漂亮 历经千年 它是装表成一个侧页 还是保存的非常完整 那么你们看 这个地方 就是它方寸之间 感觉 我们放大了一个细节 这是宫廷画师画的 那么宫廷画师在宋代 有一个名字叫戴昭 等待昭见的意思 戴昭 那么这个是 崔白代昭画的 它在历史上 是画蝉和鸟 称之为绝迹一绝 那么它的很多作品 也是作为克斯画的画稿 你看这里面 也有它的一个留白 崔白 崔白两个字 崔白的古画 也是非常厉害的 那么它的克斯画 它也被收藏了 在哪里呢 对 我好像有 我特意放了这个资料 清内辅藏 克斯书画目录里面 我专门翻到这一页 我昨天翻出来 我说放一放 这上面是 宋 神子帆 克斯 然后是 崔白一路荣深 这就是 宫廷里面说的克斯画 那谁写了这本书呢 肯定不是皇帝 这是我们民国年间 有一个非常厉害的收藏家 叫朱起贤 他写的 他曾经做过北洋 这个总理 北洋政府的代理总理 他是克斯的深度分 天天天天对他报道蛮多的 他就 他当时有这个机会 因为在 这个新老政权的交气 那么 老的朝廷要离开 然后新的朝廷也要接收 清内府的所有的珍宝 那他就惦记上了 他是点 因为作为清宫内府 他不愿意点 因为他点了就是你的了呀 他不愿意点 那怎么办呢 民间帮他来点 他就借这种接收的机会 他有机会去接收 那他去一个个清点了一下 一点 点出多少件呢 点出了五百五十件 就从历朝历代 宋代开始收藏 宋元明清 这四个朝代 最后一共历史上留下了 五百五十件 克斯画 那这里面 宋克斯是一百十六件 大家就觉得奇怪 这宋克斯怎么会比较多呢 宋应该离民国 应该最远啊 因为他为什么收藏的比较多呢 我不知道下面有没有 我们的听众能想一想为什么 能想一想为什么吗 因为宋克斯为什么最多留的 经过那么长时间 对吧 知道为什么吗 能跟我互动一下吗 我也挺激迫的在上面讲 有互动一下吗 你知道为什么宋克啊 真贵 对了 不是采量高 采量一点不高 不是采量高 这肯定不对的 采量高是谁 你看这儿 有一个清代克斯四百二十二件 其中含清高宗 灵法书等一百十六件 这个才是高产的 清高宗是谁 乾隆 乾隆 跟乾隆相关的克斯 他是一百二十六件 数量赶超了宋克斯 他才是真的以量取胜 那么宋克斯叫以智取胜 那为什么呢 其实大家知道 我最近也在看国宝城服务 我也看 那个杨仁凯先生写挺好的 讲了历朝历代 这个珍宝怎么样变迁 每一个朝代变更 总是一批东西 从一个人手里到另一个手里 还会出现了兵荒马乱啊 然后被战火毁掉啊 被丢掉啊 被怎么样 这个都是一个过程 但是大家走的时候 比如说我这个逃难了 他一定是把最贵的东西带上 对不对 那克斯呢 为什么能留下来 宋克斯那么多呢 是因为宋克斯在明代的时候 极其贵 我后面应该有张图 讲了一下的 明代人就说 克斯啊 你这是太贵了 明代人就有人说了 所以他很贵 所以他就贵 而且克斯能卷起来很轻巧 所以他既贵重又轻巧 便于携带 所以宋克斯保留的就很多 就是他能够保存下来 很重要的原因 好 这是我刚才说的 这个就在这下面 文从简是文真明的曾孙 也是当时一名人 明流 他就说了 品价高一时流传至今 由成喊购 对不起 从明代收藏家就开始抱怨了 东西是不错呀 但是这个很贵呀 那这段话在哪里呢 这段话呢 是写在了 写在克斯 朱克柔 有一件克斯 叫三茶侠叠图的 策页上的 旁边是他的作品 这边是他的 文真明的一段 提拔 这个拔和这个作品 是合二为一的 典藏在 辽宁省博物馆 我也是看到了 我觉得挺有意思 我都把它记下来了 原来我们明代的人 就已经在抱怨 好东西 但是挺贵 油成喊购 所以你见不到 买不到 也正常 也正常 好 好 我们第二个篇章就讲完了 就是装真于用的克斯 所以我们想一想 我们也见了一些克斯 也知道了皇帝 为什么用克斯 我们也看到了 以皇帝作为画稿的 宫廷画家画稿的 以及当时比较厉害的 克斯工匠 流传到清宫 收藏的克斯 是什么样的 我们都看到了 甚至看到了明代 我们明代的人 名流 由于买不到克斯 而抱怨 通过作品的流长 把这个画都原封不断地 留存下来了 好 接下来我们讲第三段 国粹精华的克斯 好 国粹 什么叫国粹 好 我们今天肯定讲 其实国粹 它不能是在中国讲 它要在世界舞台讲 国粹的问题 因为一定是国粹 好和不好 是比较出来的 优和不优 是相对而言的 就对了 所以我们在这一段里面 主要讲的是 中国的克斯 和欧洲克斯的比较 这两张画 第一张画 是清宫内府收藏的 明代五起的克斯 盘桃图局部 这是一张 脸 人物 克斯不是七大分类吗 其中有一个就是人物 你看他这张 这张我们感谢 因为为什么你说 你台北故宫的图片 用的很多 因为台北故宫授权给我们了 所以我们可以使用他的图片 做一些公益性的讲座 所以我就用了 然后呢 右边一张图呢 是在维也纳收藏的 十五十六世纪的欧洲克斯 他也是人物 我把两个人物 放在一起就比较了 我不知道大家看了以后有什么感觉 这是中国做的克斯 右边是 这个维也纳 欧洲人做的克斯 时代 明代的话 差不多 时间差不多 同时代 应该说差不多 同时代 同时代的人 一个是在中国做克斯 一个是在欧洲做克斯 两个都是人物 那么其实 我们其实说到克斯在 同时在这个明代的时候 花开两朵 各表一致的话 那其实我们的喜好 一定是跟着我们的人文环境 和哲学思想 审美挂钩的 对不对 那欧洲的克斯 他也一定会跟他的审美 和人文环境挂钩的 同时还要受制于技术 你有想法 你要把它表达出来 要受制于技术 那么技术上面是 谁优谁练的 我们来看看 好 我就把它列出来了 你们当时想到的 没想到的 我就拎了出来 你们可以看看 这张也是很重要的 一张图片 他说 民族中最让人欣赏的部分 为之国粹 别人也有类似的 但是比不过 这就叫国粹 简单一点 也有类似的 可以比嘛 那中国克斯 在宋代就成为艺术品 比欧洲早400到500年 成为艺术品 第二 元代的克斯 就出口到维也纳 埃及等地 用作大桥的 跑斧装饰之用 我们是欧洲克斯的老祖宗 他们跟我们学的 第三 中国克斯的精细度极高 每厘米80到160根丝线 就是刚才有一位先生说 他有立体感 他有神韵 神韵要受制于技术表达 各位对不对 就像你像画画一样 你画一遍 你运染运不出来 你哪有神韵呢 你要出现阴影和运染感 你至少运个五六遍 七八遍吧 你才有立体感和阴影吧 所以我们的技术上面是远优于他们 欧洲克斯是8到12根 所以我写了你们算吧 M倍 这没法比 他就是只能用色彩取胜 我们是可以拿神韵取胜的 因为我们的东西比它精细太多了 接下来 第四个 中国工匠用多种工艺解决细分问题 因为克斯是十字交叉 如果两根线平行了 它又出现裂缝了 就刚刚前面跟孔一样的 那么我们是在这个 一千年的历史中 我们工匠 明代宋代的工匠 做了巨大的贡献 这个基本上工艺到了明代之后 就没有改变了 清代没做贡献 就是明代和宋代 做了很大贡献工匠 他把工艺发展得很优 欧洲工匠 守逢 欧洲人最简单了 不是出现裂缝吗 做好了 拿手工缝缝就可以了 我们的工匠 是在支的过程中 一次性就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所以优过他 好 另外 第五个就说到了 清代有官方的管理机构 从宋代开始 让欧洲式商业化运作 直到17世纪法王 路易十四在巴黎 设立王家哥布林工坊 前面我讲的那个 维也纳收藏 维也纳收藏是后来 皇宫收藏的 之前他们在哪里定的 在法兰德斯 也就在现在的比利时境内 在比利时境内 是欧洲进行工业化 制造的一个基地 而中国的克斯 为了严格把关 达到精细度 神韵感 力气感 是宫廷一直在把关的 所以他的等级 鉴赏水平就很高 最后 1900年之后 美国大都会博物馆 已经开始收中国克斯了 然后 为什么收元代克斯 大家觉得很奇怪 你那么好的送克斯不收 你干嘛收元克斯 好 就是刚才我们下面 有个女士说到了 这就是文化 给云的问题 因为他们的克斯 更讲究的是颜色 对吧 而我们的送克斯 更讲究的神韵 所以呢 欧洲人 他自己 有过类似的克斯 他肯定是都跟自己的克斯 差不多的感觉的东西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真正的宋代克斯 是在中国 而元代克斯 在1900年之后 都已经通过各种渠道 飘洋过海 现在在各个国家 博物馆 在美国比较多 我在欧洲也见到一些 他们更喜欢颜色丰富的 有金线和银线的东西 这也是跟审美 有很大的关系 好 这是他的制造过程 欧洲克斯 就你看到的颜色 很丰富的东西 怎么来的 他们都比较大 他是高精机 很有意思 中国做克斯的 都是女士 男士也有 男的都基本上 大师级的 欧洲没有女的 全部是男的 那当然知道为什么吗 而且穿的衣服 都很考究 因为他认为 从事 这个克斯的 制造 是一件很高级的职业 就像到律师事务所上班 他一官要楚楚 而且因为都是男士 为什么 因为欧洲的克斯 他不能够比拼神韵 他只能比拼颜色 那颜色小了 颜色出不来 所以他一般欧洲克斯 都无比的庞大 大了颜色再出来 小的时候 你颜色出不来啊 对不对 所以欧洲克斯很大 大了以后 他要几个人织 一个人织不了 那几个人织 他的机械设备 就很庞大和庞纵 所以只有男人 有肌肉的男人 才能够来运作克斯 他不是一个脑力活 他是一个体力活 在欧洲做克斯 右边就是 我们这次到维也纳 去拜访的 这个艺术家的克斯 他也是直立式的 就是这样的 你看他也是用了很多这样线轴 羊毛的 他们也自己染线 羊毛线 线比较粗 好 来看中国的 而这是中国的克斯基 中国的克斯基坐着的 那坐着的时候 他便于冥想 他便于做脑力劳动 这样的时候是比做 齐力劳动更好 那么你坐下来的时候 你会静心 所以我们的克斯基都是比较 与间同宽的 比较小的 所以你看到的一些 传世的克斯作品 大的不多 小的多 因为小的便于操作 因为它跟齐力没关系 我们的做克斯跟齐力没关系 要的是脑力 所以我们的女士多 男士少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我们相当于 拿丝线做笔 拿梭子做画 相当于一张作品一样的 好 这是我们这里面 这是足扣 刚才我说 一根里面有一百 一厘米有一百多根克斯 就通过这个来控制的 这个我们也在这儿 因为直播也呼吁一下 因为现在克斯里面 据说这个足扣 已经成了一扣难求 因为做克斯 这个足扣 是非常年龄大的艺人 他把竹子切成片 打磨干净以后 一个厘米你要放一百个 一百个小片 这也是一个很难的工作 所以现在用的一些足扣 克斯一人 他都是这个传了将近 有上百年的足扣吧 新的足扣 我估计现在就是很难迷到 这个手艺 不能因为这个足扣 而停滞 这也蛮可惜的 好 接下来 这是在展览中的欧洲客 就我说了 颜色丰富啊 他大呀 他只有通过大才能够把颜色亮出来呀 好 这是我们的克斯 我们这是在台北故宫展览的 我们前面讲的 乾隆的 乾隆喜欢的书法 这个书法 有三种文旗 还有这个 还有 这是满文 汉文 汉文是两种文旗的 所以 他的手绢长三十米 拉开三十米 乾隆年前 因为他喜欢歌功颂德 反而是得了一方好的东西 做了一些好的事情 他要通过这样的 制造长的克斯 来表达自己的喜悦之心 那现在这种克斯有116件 那大部分是收藏在台北故宫 这是展览中的欧洲当代艺术克斯 这是在2017年 维也纳有克斯艺术家过来展览的 他是这个感觉 OK 他们今天这个克斯在维也纳 依然是非常高级的东西 依然是进入教堂收藏 我说你们谁买你们的克斯呀 我也问他们 他们说两种人买啊 一种教堂 我说教堂要克斯干嘛 他说有仪式感呀 宗教做弥撒 出来一张克斯画 弥撒结束 克斯画进去 他要仪式感的 哦 我说这样 我说那除了这个教堂买 我说你们的克斯还卖给谁呀 卖啊 洛克菲勒家族 他说美国人物我们盯克斯最多了 哎我奇怪了 我说你们不是欧洲人吗 欧洲人怎么克斯卖到美国去啊 哦 他说因为欧洲人比较保守 美国人喜欢手工艺 他更喜欢这些传统和时尚结合的东西 所以其实欧洲克斯最大的主顾不是在欧洲 是在美国 是在美国这些收藏世家 因为他们在家里会挂克斯 而您像洛克菲勒 他大都会博物馆就是 他就是最大的一个理事长 那他其实更多的把油画挂到了博物馆 然后把克斯挂到了自己的家里 因为有温度 好 这是中国的当代艺术展览 2017年在成都有个展览 这中国的克斯他也不逊色 这就是刚才我说的可以拉30米的 做了个装置 好 那么中国的克斯他的颜色 你们刚才说颜色多漂亮多漂亮 那我告诉你这个颜色漂亮 而且不但漂亮它还成次感 所以因为我们的技术优势 使得我们在表达颜色的时候 它比欧洲的要更美 这个是欧洲人看着明白的 所以他们老外的那边觉得很震叹 就是这个颜色好啊好啊 因为这个颜色他表达不出来 上千种颜色他表达不出来 尤其是很多中国有荷花线 什么三分之一的线和三分之一的线 拼在一起变成了第四种线 这欧洲人玩不了这个事情 这是韵色 韵色左边那张就是韵色的感觉 这是欧洲人认为 韵色我就两个颜色拼拼就拉倒了 但事实上在中国的韵色 它可以到这个程度 又就因为中国的克斯更为精细 好 这是中欧克斯同台竞技的一个地方 在2014年的时候上海有一个展览 叫《迷途展》在PSA 上海当代艺术馆里面展了 展了一张比加索的克斯 比加索是西方艺术的经典人物 他也画克斯画 在上世纪的时候呢 他的作品和法国的工坊合作 就是我刚才提到的御用工坊 就是这个御用工坊呢 在法国大革命之后呢就收归国有了 他现在是属于 随属于法国文化部 叫哥布林 那么哥布林和比加索合作 就出了这个比加索的作品 叫做《在苏庄室内的女士》 现在典藏在巴黎国立当代艺术馆 那么那右边呢是丁宜的克斯 那丁宜的克斯 丁宜是上海非常有名的文化名人 他的作品大家都知道 那他的颜色是很丰富的 那么面对面 那我们的克斯正面这样 他还有反面呢 应该有吧 这是一张米罗的克斯 这米罗的正面米罗的反面 那么这个是现在典藏在美国的巴恩斯基金会 就是我刚才说了 为什么欧洲的克斯 怎么都到美国去了 就因为美国人 美国人喜欢创新 创新 他认为克斯在欧洲也是一个贵族艺术 但是呢 他把当代的东西和贵族艺术结合在一起 他喜欢这种创新 而且美国二次大战之后呢 经济非常的发达 所以呢 他出现了很多企业收藏 像巴恩斯就是 他也是通过创新致富的 我专门查了这个人 巴恩斯是制药 他是通过制药 然后获得了巨大的财富 在美国费城成立了巴恩斯基金会 到目前为止 他是莫奈化作最大的收藏者 他率先收藏了这个韵律之人 米罗的作品 这是他反面 那我们来看看中国克斯 这也是当代克斯 那我们来看中国克斯 这是桃花前身的周春牙的作品 周春牙当然跟米罗暂时还不能比 以后未必啊 那也在中国也是响当当的啊 那么他的作品也很庞大 那你看他背面 你看他背面的线头很多很多 那线头多就说明前面的颜色很多 他很精细 那我们看前面那张的线头 稀稀拉拉的 他没办法形成一个视觉美感 只能看前面 后面不能看 但中国克斯 他后面可以看 为什么 因为他这些线头就是一张抽象画了 他够密 他够精细 所以他后面的线头就容易形成另外一种 大家能够接受的美感 所以中国的当代艺术克斯 由于他的工艺的优先性和精细化 他能够出现一画两面 这是远远优于欧洲同行的 好 那我们把国粹精华就讲完了 那么最后一个篇章我们讲书画艺术的克斯 那其实 其实这场蛮难讲的 书画艺术的克斯 那其实就是要现代人去演绎它了 对不对 那现代到了今天 什么样的东西算是艺术呢 什么样的克斯是艺术的呢 大家就想 那我到拍卖场去买古代作品 那当然 那我特意在讲座前搜了一下 我说现在中国古代的克斯上拍了几次 在哪里有的卖 我也在找 我看了一下 好像加德大概近二十年内拍了三次 而且每一次价格都是三千到六千万不等 三千 我在2019年的时候 我在那个泰康有一个苏州有个吴源 开幕在苏州 然后呢他们想做一个艺术文化的展览 请我去做主持人的 我碰到泰康 泰康那个吴源的老板 陈东生 他其实也是加德拍卖的老板 就说到克斯 他说 克斯是个好东西 我们当时卖几千万便宜了 他说应该卖到上亿 他说古画都涨了那么多 克斯怎么能不涨呢 所以 其实你现在要拥有一些艺术品般的克斯 古代的我觉得基本上可能就没了 基本没了 那有没有船市的呢 有 我在十几年内 我碰到了两个船市的 两个市家 一次是在苏州 苏州因为有人请我去看一件老东西 说你一定得去 这个他们涉及到分家台 这个石友人第十七代掌门人 不行了升起 要分家道 你去看看吧 那我说那就去看看吧 我就带了个画去看 然后他有个话筒卷好的 里面包了个毛毡 我说那你就打开我看看吧 画打开 很新 很美 我说一般人是不是说你那是不是 不是老的 是新的 他说哎 我说你怎么干 我说我看旁边的那个线 线已经有包浆了 我说你的线大概有个上百年了 我说你的线已经有包浆了 但制造 克斯本身 完好如新 他说是的 你有眼力 我说我帮你看看 而且我说你的金 我拎出来一看 我说我不好意思 我能看吗 戴手套 上手楼一看 我说你这个金不是宫廷的金 而不是民间的金 你这个克金是宫廷里来的 因为这个金线特别好 而我说你这图案和颜色 也是非常好的 一般外面没这个颜色 这个染的颜色很考究 我说不是外面能够民间作坊干的 我说你这是宫廷的东西 他说你有眼睛 那我说你跟我说说你这东西哪里来的 你怎么会有的 他说了 他说他们家是有一个祖先 曾经做过苏州制造府 制造官的助理 我制造官我知道 我说你可以查那个中国丝绸通史 你可以查历朝历代的制造官都有 特别清代的制造官的名字等级 正二品的官员嘛 你都可以查到 都是满族人 他说我祖先是个汉人 所以他没资格做这么重要的职位 所以就做了一个助理 那我说你们怎么会有这件东西呢 他说当时上缴的时候漏了一件 就被他自己拿下来了 我说故意漏了 漏了一件特别有意思 我说你故意漏了 我笑了 那我说你这东西呢 他问我多少钱 问得很直白 我说你这东西呢 我说你呢是没有 他这个图案是个炕垫 尺寸很大 我说是个炕垫 放在炕上的 御书房里面用的 我说估计是那个地方用的 我说另外呢 我说你没有录款呢 我说有名的是书画艺术 有一个最大的特征 艺术品要有录款 你没款呢 我说很难查 但是我说 你们可能还要传第十八代吧 你是第十七代了对吧 你们往下车 我们想能不能把家当分了 我说卖了钱 大家美房分分比较好 我说你这个东西 我说 问了我 告诉我一个价格 我说你这个预期可能达不到 为什么 我说因为 艺术品讲究的是传承和来源 这个很重要的 对吧 我说你要来源清晰 这才可以 他说那林老师又办 我说有个办法 你能不能叫你们这个家族里面 读书度的最好的人 一年别上班了 我说干嘛 去故宫呀 去故宫查 你这个当年那个祖先 究竟是个怎么回事 你能把你的故事写本书出来 我说你这个作品 你就给你这个圆了 我说否则 我说你这没名没款的 我说我能鉴定 这是一间老客室 对吧 我也能鉴定 这个不是宫廷 不是民间有的 我说宫里头的制式 和宫里头的材质 这我可以鉴定的 但这个工艺 我说现在要做 也是可以做的 并不难 我告诉他 我说你你别太失望了 我告诉你 可以做到的 不难 我说关键是您的 传承性不够 这是我遇到的一件 就是有关艺术的客丝 好 第二件 我也遇到了 第二件是跟上海有关的 有一个人 他想捐一件作品给博物馆 那博物馆官人找我了 若林老师 你帮我们来看看 他想捐一件客丝 我说我来看看 我说这种事情 我很爱来 那所以今天 我们如果有藏 有客丝 我还是很愿意去看看的 我就试了 试了以后 我首先看 他拎了个塑料台进来 我一看有点担忧 然后呢 第二个打开了 折好的报纸 我心又凉了 往下走了 然后我看到了客丝 折得方方正正 我都特地没吸 为什么 这三样东西 第一个说明他不重视 第二个他不会储存 第三个这件客丝基本费 他是折好的 而我那前面那个世家 那个制造府 那个世事带船的人家是卷好的 丝织品要卷 而且用毛毡包好的 弄得好的不得了 因为祖先肯定当时也是冒着 沙头的风险 弄下了这件东西 肯定告诉后遗 一定给我好好藏着 所以他折了 我害怕了 我说你打开 我看 啪 打出来了 我说 怎么一百个洞呀 一百个洞 他说我是 慎宣淮家族的 好 那我说您是慎家的后遗 那您告诉我 您这件客丝从哪里来的吗 他说 刘园是我们家的 苏州刘园 这件东西是挂在刘园的门厅的 我说你的传承是优异的 你这件东西 我一听来头就不想 我说你举开我看看 你看 可是我说您 这个怎么全部折印啊 丝织品很脆的嘛 折了以后恢复不过来了 我说您这一百个洞 我说透光一看 哦 我说对了 慈禧太后当时赐给你们 慎家的时候 清代客丝有个很大的特点 所以刚才有人说到 为什么宋代客丝留存下来最多 有道理的 因为清代客丝是刻画结合的 因为宋代是富裕里有钱 慢慢干 清代客丝是好东西 皇帝也知道了 要赏字给下沉的时候 他工也没那么多呀 他得值得很慢啊 人工贵呀 所以他有些地方特别精细就毛笔画了 那你刚画的时候是没感觉的 但时间像他从圣宣怀得到赏赐到 三年前吧 拿到博物馆来想请博物馆合作一下 或者收啊或者捐啊之类的 那将近一百多年过去了 那么这个拿毛笔画过的地方 因为他们保存是不善的 全部变成了一个个窟窿面 透过光看就一百个窟窿 叫阴系图 叫白子庭院阴系图 就是一百个窟窿 然后博物馆馆就开始脸拉长了 说这个东西 就问我能修复好吗 我说可以 但是价值非常高 因为我说你要修复一百个洞 我说跟做一件 我估计这功夫也差不了多少了 我说修复的事情难度很大 要修旧如旧 还要找当时专门的线拿过来 量好比例尺寸 要去做旧 线和当时还不一样 对吧 我说 对方说 那他说我们有个条件 要求博物馆给我们 先把它补好了 给我们展览 后来博物馆一听说 不好意思 您这东西一百个窟窿眼 估计我们不大愿意补 不大愿意补 我后来就劝他 我说您这个是个好东西 我说也传承有序 但您这保管不慎 我说要不我说您 先把它卷起来 不要折了 然后我说您再看看 我说再看看 这个留作家族的念想也是可以的 所以这件东西是我现在第二件 所以真正 我觉得能够家里有客丝的 他一定得把从哪里来的 为什么来 把传承说清楚 你才有可能收到真正的老客丝 所以你看到外面跟你说 我有一件老东西 弄得很脏的 有些朋友给我发图片一看很脏 我说不是客丝 他说领导说你怎么肯定啊 怎么你就不相信这是客丝 我说请问 这件客丝是贵的 大家都知道对不对 怎么会把它弄脏 所有的收藏家都爱若至宝 只有像盛宣怀那种人 后遗 他说我们家东西太多了 客丝也不算傻 那个大户人家无所谓 一般的藏家 有一件老客丝是爱若至宝 怎么会不收藏好呢 所以弄脏的弄旧的 那故意脏的 我觉得多半都不大会是好东西的 这个我也是在这个相对有限的场合说说 希望没有坏了文物范子的事情 好 那么我们今天怎么来找到 客丝艺术的入口 这也是蛮重要 古代的可能性不大 那么古画和客丝细节感对比 那之前一条给我做了个纪录片 我也很感谢他 突然一百万人知道我了 突然 然后我就写了一篇文章 放在一条里面的 突然一个晚上过了 一千个人在点赞 我也很惊讶 很觉得这个新媒体时代的这个可怕性 很可怕 然后呢 我写了一条呢 就是古画和客丝细节感对比 我就把这个 我想怎么让大家能够明白呢 一千个人点赞 应该有他道理的吧 我就把它拎出来了 我写了这几点 第一个呢 客丝应该用欣赏古画的方式进行 栩栩如生和极富感染力是它的标准 如果不是呢 你就不要认为是客丝 或者你这个客丝也没啥好收藏的了 你就算了 这是它的标准 要求是不能及到 第二 无论如何 评价标准都应该是 如画和有纺织品的机理 那天然间还认为我 他有没有差一点的客丝 可把我乐坏了 林老师 我知道你是做非常高级的 你有很高级的客丝 你有没有差一点的客丝 我就乐了 我说你问张大千 有没有画的差一点的画 这不是问的一个道理吗 他只要艺术水准到了 他出来的就是好东西的 艺术水准不到 李大千他怎么又画不到这水平 那客丝也是一样的 他就是如画和纺织品的机理 没达到这个标准 你去搜一些比较差的 是客丝手艺的作品 那也没有前途的 因为最后都会被扔掉的 因为他没达到收藏和欣赏的水准 这个很重要 第三 源于宫廷收藏的客丝艺术 画稿者和欣赏者 艺术修养都很高 这就是为什么客丝被称为 知中知识的原因 他使用的对象水准都很高 第四 我就写了一句 这句话我也觉得比较直白 但是网上点赞 不能接受由于手作而粗糙 是公义而有美感 因为你是手工的就应该粗糙 手工不等于粗糙 应该更精细才对 否则干嘛手工呢 因为你是公义 所以你应该有美感 因为你手人脑你是优于机器脑的 优于电脑的 你应该更有美感 所以我觉得精细美感是任何评价艺术品的标准 所以很多传承也好 包括很多非议也好 我觉得也应该遵循这两个标准 没有这两个标准 只是记而记 那就请把它放在博物馆吧 让大家保持原则原味看不就得了 对不对 好 当代摩古应该达到儒化的水准 当代作品要授权和原创性 能充分体现克斯的公义性特征 这是一定它要创新 因为今天我们已经不大可能有机会 去获取一节宫廷内辅藏的克斯 这个可能性是越来越小了 价值也会越来越高 可是你喜欢克斯 你想收藏 那我觉得就应该这个原则 当代的摩古你要儒化 这是要求非常高 就是看古话的原则去收它 而现代作品一定要有授权性和原创性 而且最好这个记忆是克斯 所特有的特征出来的 有它的语言 仿制语言 那你它就有时代特征 你经过一百年之后 你再回头看 它还是值得你 世世代代保存的 甚至有可能进入博物馆 最后大众提高 鉴赏水平是对行业最好的推进 所以我非常感谢各位能够过来听 也希望你们听完以后 能够做传播 就大家把鉴赏水平提高了 你才会对这个行业有一个高的要求 那么这个行业才会出现四个字 优胜劣坛 而不是一味包容 一味包容就成了什么 那大家都直步不前 对不对 好 这是我用的一些图片 这图片里面呢 就是宋徽宗的一些马迹关马图 我特意在上个月飞到辽宁省博物馆 去看古画的 他们也邀请我过去的 那么辽宁省博物馆 因为藏了很多古代客丝嘛 那这是 这两张是现代魔谷的细节 就达到这个程度 叫儒化 感觉就对了 好 这也是儒化 这左边是宋徽宗的瑞赫图 很细腻 这右边是台北系列布公克斯 举布 也是儒化 你看那个鸟的羽毛 它就是熨染的感觉出来了 就是你说我不懂克斯 不用懂 懂了干嘛 公益是匠人的事情 作为鉴赏者 收藏者来说 你就看它的水准到了没有 没到 不会因为克斯而去收藏 是没有意义的 OK 那么 吃骨蛋不磨骨的台北故宫系列 这是沈子藩的三水 那原来的作品因为很大呀 那很大的话 而且盖卖了几十个章 前面我们看到沈子藩一张花鸟 那真是几十个章 那么我们现代的匠人 现在的艺术家 它要创作 我觉得不用去做那么大的作品 因为太浪费事了 另外呢 你也不能把这些章刻得很差的 或者刻得很不湿地方的 你造操 那说明你没有文化素养 那有些不重要的鉴赏章 可以去掉一点 没必要钱弄上吃 那么我觉得 汲取它的精华 像这章就是青绿三水 你就把青绿三水出来就可以了 而且我觉得可以小一点 因为现在的居士家庭 大家面积都不大 有个两三百平米是豪宅的 对不对 那所以它应该是尺幅 应该是相对小一点 你可以跟我们现在空间去匹配就可以了 好 这是米福的书 清言诗 那原作的话呢 它就是一个测页 那刻思既然是有图 有书法 那合在一起创新不就可以了吗 然后可以把这些收藏上 宗庙的流 不重要的就可以去掉一点 那不就挺好吗 它把书法的笔触表达出来了 这是最重要的 然后这是博古书法 那么也是原来这个刻思是很大 非常大 是一个寿字里面出现了这样的博古书法 那在创作的时候 你就可以把它单独拿出来 因为这就是一个亲共嘛 怪书法里也是很好的 也是很好的意义 那它的意思 清代的东西也有吉祥的意思 那所以说 诗古代物模糊 不要一味地把古代 发表在哪个杂志上的东西 你拿科斯做一遍 我觉得那没有意义的 没有任何意义 它一定是在创新中 去传承这个记忆的特征 在创新中去了解古人的审美 然后考虑我们今天人的生活方式 那么你才能做出叫做 尸骨而不磨骨的作品 这是大师授权的 授权或创作的系列 那如果说我们今天的科斯 要在今天成为艺术品 再次成为艺术品 那么它一定要有一个故事 一定要有基因要好 这个基因什么呢 我觉得大师名人去创作作品 那这张作品叫做平花系列 那为什么刘野是现在目前 中国当代艺术里面的领军人物 很多人都知道刘野 对吧 那他为什么能够做一个领军人物 因为我们跟他有过合作 那么这张作品我特意问他 哎呦 我说刘老师 我觉得挺简单的 我说你这好像跟你的 怎么就只比啊 我心里很纳闷 这平花 他跟我提了几点 第一个观众的体验很重要 他说一件好的作品 你在创作的时候要考虑跨文化跨民族 而花卉是所有民族和文化都能接受的 这个很重要 第二个他说 今天我们要谈一个喜悦感 他说今天我们所有的艺术品 艺术品是让大家美好的 不是让大家哭丧着脸或悲哀的 克斯更应该是看到他应该有那种喜悦感 所以他说我用了花卉 也是代表了喜悦感 作品要喜悦 那我说你为什么就用最简单的颜色呀 他说我白色的背景是留着的 他说你知道我为什么用花吗 因为花颜色可以千变万化 那么克斯是颜色最丰富的相色艺术 那么颜色丰富 那你把它用出来呀 所以我给你的是最简单的构造框架 那么希望二次创作时 可以进行公益的发挥 所以一个优秀的成熟的艺术家 他在创作的时候 他会考虑到观众的体验 他会考虑到合作者的 考量 所以他是在做一加一大约的事情 所以为什么我就说 你要跟大师去合作 我想任何公益都是一个道理 能够走向当代 因为当代意味着未来 那么这就是根据他的手稿 做的这个作品 对吧 你看有一样也有不一样的地方吗 充分把他的 充分把他的感觉做出来了 有东方神韵 但是颜色是非常多变的 是不是 再来一组 都在点头拍了 对吧 这又叫原创性 原创性 他的原创性 应该是刘也做了原创性 另外一个是工匠做了两次原创 所以这样的作品 它当然是艺术品 它有时代特征 而且挂在你家里 买三张 挂在客厅里面 都没问题 对不对 OK 接着再来 经典作品的当代演义 我就拿这个朱克柔的连堂鲁鸦图来说 连堂鲁鸦图呢 在2018年的时候 入圈国家宝藏 大哄了一把 最像画的丝绸 那应代言的 哄了一把 那么1960年的时候呢 因为这是一件 1952年 由庞莱成的儿子 庞秉里 把它捐赠给上海博物馆的 1952年 所以1960年的时候呢 上图呢 就出了这个连堂五鸦图的 一个一套册子 行业 我们 我是在五年前买到的 老册子 七页 那么这里面 江东 朱刚 连堂五鸦图 那么 这个朱刚就朱克柔 朱刚自克柔 他跟前面的神子范一样 也是在青史上 可以留名的 非常伟大的科斯艺术家 我们称他为艺术家 因为他能留名 那个这个作品 整个这个画稿 是谁画的呢 他本人画的 而且呢 他让我们 作为上海人 特别骄傲 他是上海松江人 上海松江人 所以呢 他也会成为 上博的一件珍宝 也这个原因 对于性很强 那么 他在六月初夏的时候 创作了这张画稿 这里面所有的内容 你去点都成双成对的 因为他那时候 应该新婚一眼 生活非常喜悦 所以这里面所有的内容 都成双成对的 那我们也仔细看过 我们也跟上博联系过 那么他左上方 不好意思啊 我这能点吗 不能点吗 能点吗 不能 左上方 他是被裁切过的 有裁切过的痕迹 这张作品 从他一问世开始 就被做成了一个落地屏 装表 但是在时代变迁过程中 因为当时你看 祝克尔的作品 就已经价值很高了 明代 所以当时可能 原主人想走的时候 是把这件东西 直接从裁表好 表好的框架上 直接切割下来的 所以左上方 是有破损的 你知道 这地方有破损的 很可惜 然后在这个地方 在这地方 有一个修补的痕迹 因为经过一千年了 有这些也很正常 我们就要看 那么这两件呢 是根据古籍 和上博研究员 提供的一些想法 做的现代版的克斯 连堂乳鸦图 它是基本上能够举起 连堂乳鸦的神韵 因为是比较平 比较清理 比较婉约 好 这局部 今天你们有幸可以看看 那么它的收藏注录呢 是在朱启贤的丝绣笔记里面 专门谈到了连堂乳鸦图 多少长克斯本 克斯本无彩 红曲什么什么 写得很清楚 小款克与青史上 江东诸刚志 连堂乳鸦图 历书刻柔诸吻 写得很清楚 所以在民国年间呢 其实这件东西 其实已经很有名气了 否则怎么会出现 这个在北洋总理的书里面 会出现这件作品呢 因为这件作品的收藏者 就是庞元济 庞来成 我昨天晚上还特意把庞来成翻了一边 看完以后就两个字佩服啊 他是真正的富二代 是难寻思商的公子 家里很富裕 但因为他富二代 所以他从小就开始学诗 学画画 画画得非常好 但是他在未成年 18岁成年之前 14 5岁就开始收藏古籍了 古画了 喜欢就买 他的实运也很好 因为他收到他父母的家当以后呢 他也做了很多药厂啊 私厂的投资 那么192几年的时候呢 上海是成了一个什么地方呢 是全国叫金英会 最安全的地方 因为上海很多租借 所以很多证据不稳的时候呢 很多人就跑到租借来了 所以呢 他当时是属于生意 做得很好 很有钱 但是呢 由于民国的时候呢 就是经常打仗嘛 军阀之间 大家都觉得上海是最安全的地方 因为有租借 你们也不敢打到租借来 就成了很多人的保护 一个保 叫诺亚方舟都来了 那来了以后呢 他们都会带一些细软过来 那么其中就包括很多古字画 就让我开玩笑 宋克斯为什么最多 因为人家逃难的时候 他得挑最轻 最贵的东西带走 对不对 你背个20斤金子试试看 你金子还没上路 可能就被人抢了 对不对 大家都看得懂 他所以呢 这些古字画 古书画 包括这些宫廷里面的 克斯呢 都出现了 所以当时我看了那个介绍 我看了他介绍 他门口 门庭落实 全国有钱的人 曾经有钱的人 曾经的藏家 现在落魄了 都拿着藏品到他家门口 希望他能够求购 所以他有一个非常好的实运 就在那个时候 他又有钱 又有那么多人愿意出手 古画和好东西 他一一收 但他越收 越要求越高 越收要求越高 所以当时郑孝序 这也算是个名流 就说了 说这个 旁来城叫原济收藏 甲东南亚 就说他这个人的收藏 整个东南亚 超过了 他有多少件呢 当时我看了 一千多件古字画 一千多件 所以 这件连堂鲁鸦图 其实我在想翻 连堂鲁鸦图在旁来城之前 谁收藏我找不到 历史上没有了踪迹 那也其实也是可能在 家族里面 收藏大家里面 秘密的在传承 但是我没看到 有宫廷的张款 也就意味着 他可能宫廷里面 没有收藏到 他一直在民间里面 有序的传承 那么在1952年的时候呢 旁来城的儿子 就把这件作品 捐献给了上海博物馆 那只可惜 上海博物馆到现在为止 还没有做过正式公开的展览 或许新馆开了以后 我也期待这件连堂鲁鸦图 能够跟观众见面 那么前面题目是 新典的再次演绎 那如果说我们把 这件连堂鲁鸦图 一模一样 连破损都复制出来 我认为什么有意义 那么今天它的意义何在 我认为是 要对连堂鲁鸦图 要重新再创作 再演绎 科斯的丝是什么 它的颜色变化 非常的漂亮 在这儿 这个是其他的油画 国画这些艺术品 是不能达到的 所以那么 今天的科斯作为艺术品 他要有自己的 当下的语言 这就是当下的语言 那么这种当下的语言 再过五十年一百年 它是有意义的 科斯公益的当代演绎 我们说什么叫艺术品 那今天我们也是举个例子 科斯有很多呛法颜色 叫做各种各样颜色呛 就拿这个氛围呛做好了 那么科斯也有非常优异的 真金真银和孔切羽毛线 那这些东西都应该成为 我们今天科斯艺术家 科斯公教们应该考虑的元素 他们应该考虑拿这些东西 去出现新的内容 那么这是一张新的内容 叫金山银山 可能会大家有所非议 但是我就说 一定要去想象和有创新力 因为创新是唯一的原动力 我们每个时代 都要有每个时代的特征 科斯如此 我相信其他工艺也如此 这样他才能往前走 这是当代演义 这是虚实的对比 这是科斯艺术装置 也可以把这四线的感觉连起来 如果打个比方 如果这个 可以把历朝历代的包手 全部做一遍 12345 那不是很有趣吗 这不就成了上海图书馆的 一件装置了吗 对吧 你说你把这科斯 完全复制一个包手 一模一样的 那有什么意思呢 好的东西都在博物馆搜着了 你这个最多是个赝品 对不对 你做的在相也是个赝品 因为你不具备故事性和原创性 那这样玩不就可以了吗 对吧 有20个你就做个20个 把它连在一起 就做了个装置 这就是 我觉得这就是艺术 艺术是创新 是原创 OK 创新是永远的原动力 这是我今天讲座的最后 这也是对我们自己的鼓励 也是送给在座的各位 这是一本古今宗外的科斯书 一本科斯入门参考书 一本从业人员贵书 这也是出版社要求我讲两句 这是这本书 今天应该是 现场应该可以卖 对吧 应该可以卖吧 应该可以卖 这本书 OK OK 好 创新是永远的原动力 OK 你刚才看这个 镜塞银塞的时候很土 但你看了 加了这个东西就不难看了 对吧 一寸科斯一寸金 它既然是金了 那为什么不可以跟首饰连起来呢 那不就是科斯首饰吗 对不对 所以创新永远是原动力 对吧 这些首饰就在我身上 对吧 我特意带过来的 不知道大家留意了没有 当很多人说 你要让科斯走进天佳 我对不起做不到 但是你可以用这么小的面积 来把科斯带走 我觉得这是可以的吧 是不是 所以我觉得 创新是永远的原动力 没 最后 非常高兴 也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